有請署長 你副署長要再來嗎? 副署長 代副署長再一起來 十年的功力 先恭喜代副署長 升任副署長 署長 我們等於收支不平衡 所以健保基金不夠 才要收補充保費 那請教一下 去年五千億的健保 健保的支出裡面 長庚醫院多少錢? 長庚醫院啊 他整個體積大概收到多少錢? 可能請黃局長 我從媒體上拿到的資料是 2009年他有 員工不到兩萬人 每年創造430億的營收 你說健保會有430億有嗎? 報告委員他大概是 早年會佔我們 我們整個的醫療費用 支持的十分之一 但是近幾年大概已經降到 百分之八 十分之一 五千億的健保就是 五百億 五千億是 我們全補的總額是五千億 你若是便宜的總額是 三千通額而已 不管我們看總的啦 你看喔 2009年他的稅後盈餘是五十二億 他比星光金 他的星光金獲利的兩倍喔 星光金在同樣2009年 他的營收是四百五十五億 長庚醫院是四百三十億 但是星光的 這個稅後的盈餘 只是長庚的一半 換句話說 經營醫院比經營銀行還要賺錢 他好像有些勾譽 我沒有什麼錢錯 不不不不不 這個稅後盈餘是 那個部分有的東西扣掉了啦 你勾譽的那個 那個台塑那個持股扣掉 所以說呢 大部分健保的錢 都是給了醫院嘛 所以今天錢不夠 就我們今天都在談 補充寶費啦 怎麼樣這個 賺錢啦 便宜就點點 對著點點吃 點點收錢 他就最多嘛 所以醫護 為什麼血汗醫護 這個血汗醫護 他就 他先給你做QA 然後呢 藥價都只能便宜 就是藥價都要降嘛 因為長庚如果一旦飲用的話 大家都覺得 那好像是大醫院飲用 長庚有比較好的抑價能力 因為他用的量多嘛 你五千元 他降五百元 不過這五百元裡面 是有醫生 病醫護書嘛 他降最多嘛 這個東西 局長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今天 全部的人 花這麼多的成本呢 都在處理說 如何多收一些錢 我同意啦 我同意 這個醫療品質增加 我們要 這個要更多的費用 花在醫療部分 可是為什麼從來沒有去檢討說 醫院拿太多錢 那些錢是不是都應該的 像你們處理那個 護理人員 總共一年變十三億 兩年變二十六億 可是你們在這邊 也把錢放電 為什麼那些錢沒有下到護士手上 我沒說錯吧 處長 對不對 沒說錯嘛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如果這樣子的話 處理起來的時候 你們就是在下游救人而已啊 那是不是真的需要 需要到 花這麼大的成本啦 那所以我們覺得 比較好的解決方案 是補充保費還是充分配啦 便宜那一塊當然也是要收啦 另外就是說 你現在補充保費 願成載導來 我給你看我們理會員 預算中心 針對這個 針對這個補充保費的部分 他有提出七點的這個評刊 第一個 草案內容一月母法的授權 第二個補充保費的草案 對獎金的定義模糊 不立即收 第三個補充保費草案 排除股票鼓勵 亦顯不公 第四個利息所得 亦化整為零的節費 補充保費可能高估收取數 就是菜單這個事情嘛 那差不多定存十四點五萬的話 年利息就超過兩千啦 你如果要四千的時候 他差不多三十萬的定存的時候 利息就超過四千塊 第五 二代健保對堅持所得 收補充性的保費 以引起是否違憲的爭議 第六 無扣費醫務人質執行業務收入 無法收取補充性保費 第七 租金收入 一屆交易安排規避 繳納補充性保費 請問你們對預算中心者 這些comment 大夫有沒有做過回應 來 你們預算到時候這個整個東西 要一百萬通過嗎 基本上 預算中心的comment 它會 在程序上會提給 各部會 那各部會 會針對這個預算中心 提出來的問題呢 會提供資料 給預算中心 那它 它的是隨便講 隨便寫吧 你們回過了沒有 看過這個東西了嗎 例如我剛剛 因為快速的聽 有一個叫做 叫做股票股利的部分 大夫你們有收過這個東西嗎 有做過回應了嗎 昨天才送給我們 是不是 它昨天 就是我們昨天 收到預算中心的東西 那麼我們照過去 歷年的往歷 收到預算中心的東西 他們一定會提我們 請我們提供回應的資料 那我們會再 會來提供 署長副署長 其實我要講的是說 那時候書長還沒來 這個二代劍報告 那時候還沒來 過了一個 大家覺得不妥的版本 現在就民主 因為總統已經公告 其實這個東西 我想是不分 不分這個政黨 大家覺得有問題 那你們現在是拿著 一個有問題的東西 就硬要上路 其實是對你們來講 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你要在那邊辯駁 說 這怎麼好 這就是事後 我們去改歲 你不是要回我 這我替你講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有一種考量的是 因為如果說我們在 健保保第三條裡頭 在政府的補助部分 把它提高到41% 現在是36% 提高到41% 它會增加5%的時候 它會增加250億的錢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呢 因為現在這236億 總是要找地方來 來把錢搬到健保裡頭來 那從稅收 財政部一定比衛生署還要收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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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同樣把稅收進來 也帶有個交付總所得的精神 不然交付總所得的精神 包括這些爭議或者是被污名化 剛剛那個大夫都講了一些嘛 所以未來可能我們會提法律修正案 就這部分做一個處理 就是說你政府就打個好罩 打個好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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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那這樣的話就 補充寶費事情就可以免除爭議 因為我們就花很多的社會成本 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那個大夫你請回座 好 署長 這是這期的那些 最新的財訊 台大醫科生大逃亡 台大醫科生大逃亡 排大醫科生大逃亡 裡面 最大的一個重點 有一層的醫科生 有一層的醫學系的學生想轉行 有兩層的醫學生想要出國職業 有三層的學生後悔念醫科 有超過五層的學生 未來如果不當醫生 最害怕的就是醫療糾紛 這個事情其實非常的嚴重 不管大家怎麼樣看 對台大有不同的想法裡頭 畢竟台大醫科是許多人的第一志願 那醫科生到逃亡之後 如果台大不管 那個署長的母校應該同樣的學弟妹 也是有類似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醫療很快沒有處理 或者是說未來的環境不改善的話 他們還留兩層 最想去的還是新加坡 連這個都問到了 他是問醫學系五年級跟六年級的個案 然後得到這樣子的一個結論 那在這裡頭他的有效樣本有100多個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大很大的警惕啦 健保制度的這個制度設計 決定了遊戲規則 決定了遊戲規則 那這些遊戲規則 這個如果說不利於這個醫界 包括我剛剛講的血汗醫護 包括這個醫生的所得 包括他的生活品質的話 很可能就會這樣 那如果中原醫生都不想救你 病人哪裡找良醫啊 當然不只是 我相信他以台大來做 是為了讓他的媒體效果更好 可能在其他的醫學院裡頭 也有類似的一個狀況 署長你怎麼看 是 那麼我想我們最近不管是從學生調查 或者從醫院裡面的醫務人員的調查裡面 那麼慢慢的就發現說 以前大家在罵健保的 現在變成醫療糾紛第一啦 當然還有第二個就是時間工作的勞累啦 這些都有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過去18年來 那麼這個健保的制度呢 當然對醫療生態的影響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的目方向呢 其實就是在希望把這個醫療生態再做一些改變 那因為我來自醫界 所以我大概也蠻了解這個生態的改變 但這不是幾天幾年的問題 而且是很長時間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會從這個生態面來做一些努力 那個處理你要不要這樣具體一點的時程 因為在上個會期我們處理很多那個 施大接空的每次施大接空的專案報告嘛 那我想是不分黨派的立委 大家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呢 也都很有包括主席包括各招委 大家都很有意願 我們立法部門很願意來一起來做這方面的努力 你可以告訴我一個大概你的規劃的時程嗎 我們希望這個能夠把這個醫療 這個過失合理化 行責合理化的問題 那麼這一次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我大概來了從我第一個 我已經參加了第四個會期了 那三個會期都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 我會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麼另外當然一些事故救濟方案 這個生育事故救濟已經推出來了 這個是給一些醫生也蠻大的服務 我們希望繼續給他們鼓勵 讓他們留在工作崗位上 繼續為人民服務 這個是我最大的一個mission 我這邊還是在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健保的這五千億 黃局長 健保這五千億 這樣的一個分配 我剛剛如果以這個護理人員為例 你們編了二十六億的預算 那時候下去要鼓勵這個護理人力 但是沒有到手 讓你的人沒收到這些錢 所以他沒感覺 他就會覺得這個東西沒有改善 換句話說現在譬如說 我們的那個診療費其實過低 大部分的很多錢 我這邊說擺了像這個 要這個大家跟醫院在談價錢的時候 有多少的要價差 要查未來要不要更透明 他其實不叫黑洞 他是可以算出來 其實健保局裡面都有資料 未來本席會就這部分 再做更多的追究 我其實是希望說 本醫很常常常常常常常 如果那部分有部分履歷史出來的話 我們那個血和醫護的部分 會得到一部分的解決 到時候希望這個衛生署 也有一些做法能夠出來 我們共同的把這個 因為五千億的這個分配 決定 決定的這個 以前我們老保 公保加起來也沒有這麼多錢 已經貼到這麼多錢 理論上大家可以本來對 本來就不會那麼多抱怨 可是卻沒有 我想原因在醫院拿太多 或者說你今天醫事的診療會 要不要提高 或者是說藥價差 要不要透明做一些處理 總是讓這個醫護的部分 至少公司不太能解決的話 至少這個所得的部分 有一點改善的話 大家醫院會更強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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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